而在昨晚國王奪冠之後 狂熱的球迷自發的聚集在Staple Center外 為國王的勝利慶祝 國王隊也計劃與球迷要分享勝利的喜悅 將在本週四舉辦勝利大遊行 國王隊拿下史上第一次冠軍獎盃 讓全場球迷都激動不已 直到昨天晚上十點多 聚集在Staple Center外的球迷人潮 才開始逐漸散去 警方表示 昨晚總共逮捕了六名 在遊行慶祝中鬧事的球迷 整個過程相對平和 球迷並沒有過激行為 45年來 斯坦利杯首次來到洛杉磯 倘若錯過昨天晚上 洛杉磯國王隊奪冠捧 歷史時刻的觀眾朋友 這個禮拜四上午11點 國王隊將再次舉行 奪杯慶祝遊行儀式 觀眾朋友們 可以再次欣賞 國王隊手捧斯坦利杯的風采 遊行預計在中午12點正式開始 洛杉磯國王隊球員 將手舉史丹利杯 乘坐觀光巴士 沿著Figurora大道 從五階的郊口 一直驶向Staple Center 整個遊行的時間 大約30到45分鐘 之後下午2點半 將舉行冠軍慶典活動 讓球迷朋友們 一起分享勝利的喜悅 其實週四球迷可以自由地 在沿線觀看洛杉磯國王隊的勝利 大遊行 不過冠軍慶典的活動 必須要平票入場 從現在開始 觀眾朋友們就可以前往 Staple Center 或者是登陸國王隊的網站 索取免費的門票 每個人最多可以獲得四張的門票 門票的優先 會派發給擁有國王隊計票的球迷 好